大家好 我是Mira 又回到心事台的時間 成上集啦 因為上集我們就講男朋友 所以今集就想有一個雙年主題 今集她會講渣男 因為鏡頭後面會有Gina Hello 渣男的定義我覺得可以上網找一下 每個人應該對渣男的定義都有不一樣 這樣我們就用網上講那個做一個大概的定義 渣是人品的問題 自我感覺不錯 極度自私 擅長索取 不負責任 以玩弄別人感情為樂的壞男人 那我也覺得對的這個定義 以你上次說你是有七個拍拖的經驗 那你在七個當中你遇過幾個渣男 算不算不幸運呢 計算一下其實我有遇到三個渣男 而且是連續的 三個其實剛好都是韓國人來的 其實我又不是一定覺得韓國的男生就是渣的 只不過剛好我的男朋友裡面 比較多人是韓國人 首先第一個 簡稱他做A男 其實我就是剛剛過來韓國沒有多久 來讀語學堂的時候 2014年 第一個渣男 我來韓國讀語學堂之前就已經來過韓國旅行 那時候就住在某渣家 然後他就是那個渣家的一個員工 因為我當時是旅行來的媽 所以整個人很開心 通常你旅行你個人就會放鬆 你有很多東西都沒有那麼在意 然後在那個旅行旅行裡 跟他聊天是非常愉快的 我們有交換聯絡 然後我回到香港之後 我們也有保持聯絡 因為那時候的我其實是沒有計劃 要來韓國讀書 所以純粹都是想交個朋友 我猜他也應該是的 他英文很厲害 所以我們是半韓半英的溝通 因為那時候 雖然我說了韓文 但是始終要明明白白的 這樣了解到什麼的時候 全韓是不行的 2014年我就決定來韓國讀藥堂 我基本上跟我所有認識的韓國人聯絡 就說我來韓國讀書了 來找我玩 我們來見面 隔了一段時間 我們再見 整個感覺是不同了 然後我忽然對他 是超級有好感 然後我也覺得他挺喜歡我 所以就很自然就一起交往了 因為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拍拖很需要經常聯絡 我要知道對方發生了什麼事 因為我覺得溝通是最重要的 每當我想去聯絡的時候 然後 經常都找不到人 我們韓國是用QQ Talk的 永遠發訊息給他 他的一字都還在 然後一開始我也覺得 都可以忍 我印象中是幾天 好誇張 其實我覺得我算是挺忍得的 不是馬上發脾氣 為什麼你完全不看訊息 我已經不是那個類型 每個地方有不同文化 所以我假設了這個不社會 訊息是韓國文化 然後日子來了 我開始慢慢覺得 究竟我不是跟他拍拖嗎 其實說得難聽 可能他死了 我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回應是一個禮貌 作為一個人類來說 跟韓風那時候我問他女朋友 我會擔心他的 然後終於等到他回復了 累積了很多次的經驗 而某一次他就說 他就是去做兼職 然後剛剛他又生病了 所以他這幾天很辛苦 就是在家床上 真的動不動 發燒又什麼又什麼 那些訊息說 我不舒服想休息 都覺得好啊 對 我不明白 然後我想想 你不說我怎麼知道 然後因為這件事 已經發生太久了 我已經有點不太記得 我們是怎樣收尾 總之不是和好地結束 我們這樣去潛水 無緣無故失蹤 不是一個男朋友應該去做的行為 一開始我是超級喜歡他的 他這個潛水的次數多到 我已經覺得我開始可以不需要這個男朋友 我慢慢心裡已經在整理自己的情緒 將我所有內心的不滿 一次過這樣爆出來 然後他好像說既然你不開心 那就分手吧 所以就分開了 那這種玩失蹤真的不行 所以根據剛剛那個定義來講 他我覺得是第一個渣男 然後第二位渣男 就是接著發生的 因為其實三個交往的時間都不是太長 都是幾個月幾個月的 又是Friend和Friend的認識 那他是弟弟來的 他小我三歲 想不到你對我弟弟 我人生真的沒有想過我會和弟弟在一起 我一直都覺得 年夏男應該和我不合 因為我一直都喜歡一些比較哥哥 但是偏偏我覺得 就是因為我當時非常不開心 然後忽然間有一個男生出現 他是令我很開心 所以我相信那句說話就是 你是要靠一個人去忘記一個人 然後韓國是非常流行的這句說話 那個傷痛會快點消失 第二個男生簡稱B男 B男看起來是像他那些人氣男 其實他不英俊 但他有一種魅力 就是壞男孩 我就是什麼 男人跟壞女人不愛那些 我想說補充 我初戀是極壞的 他的外表 但是他內心是極不壞 就是他有個反轉 然後因為他看起來好像很壞 但我又不知道為什麼 就No more castle 其實他雖然是弟弟 但他看起來像奧巴 尤其是韓國男生很懂 知道怎樣俘虜女生的心 只要他們一走近過來 然後這樣摸你的頭 你都會 啊 溶了 Oh my god 我就是被他那個 弄我的頭 摸一摸頭 就溶化了 當然不僅僅是摸頭的動作 有很多細心的行為 令當時傷心的我 就好像走出了苦痛之中 拍拖了一會兒 其實一路都是很常見面 很常有訊息 直至有一次 我忘記了是什麼時候 然後他就要回鄉下 因為他不是首爾人 他回鄉下好像三天還是四天 但是呢 當他從他鄉下回來首爾的時候 我們的聯絡開始就笑了很多 即是說他本身每天都有跟我們訊息 但是從他回來那一刻開始 很久才回我們一次 可能是幾個小時 可能是早晚 而且是非常冷淡 譬如我問他 你正在做什麼 正常 我正在做什麼 我正在吃飯 那你呢 你才會一問一答 你才可以延續整個對話 但是當時他就問他 你正在做什麼 他就在外面 然後我說在外面做什麼 然後他就吃飯 即是這樣去据點我 但他冷淡的時候 他又不是完全冷淡了 他有時又會忽然間 很熱情地找回我的 當我好像有點覺得 這個人做什麼 為什麼這麼冷淡 是否開始對我沒有興趣 是否開始不喜歡我 當我開始想這些事情 然後他又忽然間 去扔一句 可能有問號的句子給我 然後我就覺得 不是 他對我都有關心 其實可能是他真的這麼忙 是否我想多了 好像有假希望 對 完全有假希望 不行了 我再不可以容忍 忽然忽然忽然 他剛開始追我的時候 我都不覺得他是渣男 當時真的對我不錯 還有我想說 拍拖前後 拍拖之後 真的挺甜 然後拍拖的時候 有一次 我看到他的電話 他就跟他哥哥訊息 我看到對話內容 他跟他哥哥表示他非常喜歡我 他說 很可愛 很開心 那是他哥哥 親生哥哥 他的哥哥和我的童年 因為男生和男生之間的對話 一定是最真實的 那時候發現 原來他真的挺喜歡的 因為我剛剛跟一個渣男分手 當然其實我對男生 也會有點疑心 但因為我知道有這個訊息 對他的信心 忽然忽然多了很多 誰知道原來男生 真的說變就變 對 我到現在都不知道為什麼 真正分手很遠 我覺得可能是 他忽然間對我 失去了興趣 但我也在想 會不會因為 他始終小我三歲 當時我二十二 他十九 他大學一年辦 韓國一升大學 尤其是大一呢 是最瘋的一年 其實整個大學 你只有大一和大二可以玩 你大三大四 你就要 工作 你就要準備去出職 但他沒有跟你說 他發生什麼事 他什麼都沒有說 然後他也沒有說分手 是我主動問 其實你是不是想分手 我那時候已經心灰意冷 還不開心過A男 我又沒有傷心到 每天都為他流淚 但是 都會經常有個時刻 激到down 失戀的感覺 我猜大家都知道 不需要多說 所以我現在都會覺得 如果我不說的話 他是會那些默默默默 和我聯絡 然後最後完全消失的 那種 我覺得他是那種人 如果要計算壞 B是壞很多 真的 因為重點 B是懂得說中文的 他中文是非常之好 他之前是上去讀過書 所以我跟他完全是用中文溝通 所以語言溝通上是完全沒有問題 我覺得都關連幾時的 因為 N年之後 我又看回他的Facebook 然後我看到他又跟一個女生 是拍了很久的討論 我覺得很久可能是一年兩年 算久了 相比是久了 那除了這個 你說有三個嗎 還有一個C呢 C男其實就是在香港認識的 摺著之後 其實我學到香港半年 就認識了兩個渣男 然後就回香港 回香港之後 因為非常之掛念韓國 所以我就經常去吃韓國食物 然後我就在韓國餐廳 認識了一個韓國男生 他就在旁邊 然後我們就不小心看見 對眼 從來我都沒有試過這樣 我也是第一次 然後 精神 其實你對眼那一刻 就感覺到是有些東西 有些東西傳送到我的眼睛 所以整頓飯我就一直在 在內心很忐忑 然後最後 我跟朋友離開之前 他就過來問我拿電話 拿卡托 嘲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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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不知道韓國男生原來這麼直接 所以他當下這麼直接 我也有一點驚訝 但是 我自己那一刻也對他有好感了 所以我就 有給他電話 覺得 認識多個朋友 沒有壞 然後交換了電話 一直在聯絡 他也有出來見過幾次面 然後慢慢慢慢 確認到大家是互相喜歡 然後就在一起 因為他那時候是工作假期來香港 決定要跟他拍拖 那個時刻 還有一段長時間 才要離開香港 所以我就覺得 我們有半年時間可以 維合我們的感情 其實我覺得這個男生對我挺好的 他真的挺甜蜜的 然後我們出門 然後都細心很體貼 很正常的拍拖 跟他見面拍拖的時候 我不覺得他有什麼 韓國男生所謂的 壞的特徵 可能他表面看起來都不是一個 他不是壞男 他絕對不是 他是一個正常人 我本來預期他半年後才會離開 但是他是早了少少時間離開 因為他說他需要回韓國 去完成最後一個學期 還要找工作 比哩巴 而他離開香港的當日 我是有送他去機場的 我們的當日其實都是非常甜蜜 我們兩個都有互相哭 我們就開始進行這個長時間 他回到韓國之後 其實我們都是非常正常的 每天聊電話 然後非常甜蜜地互相分享 大家的狀況 他開始要回到Part Time了 無緣無故回到Part Time 就開始少了Message 少了聯絡 一開始你是不是都覺得 可能他忙而已 一開始真的會覺得 那我也回到Part Time 我知道很辛苦 而且他那時候好像做餐廳的Part Time 所以其實拿不到電話出來 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 我們本來可能是 一個小時會有一個Message 但是他忽然間變了可能 三、四個小時才一個Message 我覺得是正常的 再過了一段時間 我就發覺 咦? 變了可能是 整個下午 或者是 他應該下班的時候 都沒有Message 然後我開始問 你做什麼? 你下班了嗎? 然後Message變短很多 然後又說 今天很忙 今天很累啊 當然我也是不知道 為什麼忽然間會變成這樣 因為 我自己覺得我當時 我的表現是不錯的 我沒有特別 但是他給壓力 他說一定要跟我聯絡 我也覺得他做事辛苦 他們為了要入大企業 其實是很辛苦 他們可能要去考很多事 或者做很多準備 當然最後 又是分售 因為我真的受不了一些 密密淡出的人 後來呢 因為都是有Facebook的關係 他是住首爾的蠶室 我之前是住麻袍區的 所以 基本上兩個地方 一東一西 他說他不太會來麻袍區 我就相信他 之後 我回了一段時間之後 無聊 我就去看他的Facebook 我就忽然間看到 他上載了一張照片 他拖著一個女生 然後在新村拍的一張照片 首先 他跟我一起的時候 我們有拍過照片 用他手機拍過照片 但他從來沒有上載過 第二 就是 他說他從來不去麻袍區 但是他竟然 那張照片在麻袍區拍的 其實會不會他回去的時候 已經是 認識了另一個 但你不知道而已 但我覺得 他應該 不是回去之後 馬上認識到 他回去之後 就是 每天跟我聊天 你聽得出 哪些是Sweet的語氣 哪些是 已經對你開始 喪失興趣的語氣 因為他覺得自己住 他還說 我的房子 是怎麼裝飾的 哪個位置就有什麼 到時候 你來的時候 就可以怎樣 我腦子上有畫面 但我覺得 又不覺得他是真的 Pitter 我純粹是覺得 為什麼跟上一個那麼相似 還有因為我發現 那張照片已經隔了一段時間 所以 我不可以很 確信 什麼時候發生這件事 連續三個都遇上渣男生 這個感覺是非常不好受的 你是用了什麼態度去對著這些渣男 A男的時候就覺得 啊 為什麼這個男生會這樣 然後 B男的時候 就覺得 嘩 我還未面太不幸 連續兩個 C男的時候 我就開始 我是不是前一輩子做了什麼 所以 要連續遇到三個渣男 這樣 因為我覺得兩個人一起 其實所有發生的事 其實雙方都有責任 打一個比喻 就是 男生出軌 是否完全是男人的錯 我會這樣想 會不會是 女方 可能生活上 或者性格上 或者相處上 有什麼問題 是令男士有壓力的 然後導致男生 會有這個出軌的情況發生呢 因為我是天明座 所以我會想兩邊 不知道關不關事 第一個 可能因為我們英文溝通 所以他覺得很有壓力 第二個 我要去責怪自己的哪個部分 就是我覺得我太快 就決定跟他一起 而且他是弟弟 就是我沒有想清楚 弟弟 可能是會 沒有那麼容易負責任 因為他路上還沒關起來 所以他可能想不到這些 但我長大 其實我應該要想到這些 但我沒有想到 然後第三個 我就覺得很煩 為什麼連續三個都是這樣 所以 跟他分手之後 我完全沒有想過拍拖 跟任何男生接觸機會 我都斬斷了 就是你連續遇過三個 都是韓國人的渣男 那一刻有個心 就覺得 我以後都不想再跟韓國人拍拖 從一開始到現在 我都沒有一定要找韓國的男朋友 剛好我的男朋友是韓國人 純粹是看兩個人合不合 然後對他的感覺是如何 我一直都沒有覺得韓國男生特別好 首先自己經歷了三個 然後身邊都有聽過很多 好的或者不好的 不可以用國家來分 因為每一個國家都有好和不好 不同的個性的人 是不可以用國家去 這樣 將他分類 有一點不公平 剛剛說的就是我遇過的渣男 剛剛在IG有問大家 覺得男生去做哪些行為 是最接受不了 最討厭的 其實就是剛剛ABC男的例子 我們看看結果 大部分的觀眾 都是覺得 不可以接受到玩弄感情的一點 二千多個人是這樣認為 其中有一個觀眾 他就說 我明明是真心對待你的 但是 你就當我是換的 或者是後備 我感覺真的超不好 所以很疼 所以那一陣子我真的疼自己 因為那時候我住考試院 因為那房子的考試院是很小 所以我覺得一個人自己在房子裡 我真的超壓迫 所以我常常自己一個人去散步 可能是由新春行去共德 散步來回 另外還有一位朋友就是覺得 利用了別人的時間和心情 去滿足自己 覺得這個行為很過分 如果你去看這件事 你會不會覺得那個人 是浪費你的時間 或者浪費你對他的那份心意 純粹是我個人意見 我自己就覺得 當時我也是喜歡那個男生 他當時也是喜歡我 當時我們的關係不錯的時候 我又不會覺得是浪費時間 因為始終 對我來說 我都有一段美好的記憶 其實到現在 我對B男 我也是有 那段美好的記憶 都在我腦裡的 之後他拿走了 但是對於我來說 我是開心過的 三個渣男 我都沒有說討厭他們 純粹是覺得 為什麼世界上有這種人 因為都是那句 拍拖是兩個人的事 都要兩個人一起說 OK 我們拍拖 才能進行這個拍拖 只有一方 狂喜歡你 你不接受 都成不了事 我不覺得浪費時間 其實可能會學到東西 因為你的人生又上了一課 對 之後最接受不了的就是 佛蘭忽葉 另外有一位朋友 覺得 不冷忽葉這個行為 是很不要得的 有空才找你 沒有空就再見 因應他自己的心情 而去選擇 你不理你 對 就是自私鬼 就是自己喜歡怎樣就怎樣 不想理你就不理你 又是中火炎無四行春 這個東西會不會好老啊 我覺得 其實不單是男女朋友 其實跟朋友 或者跟家人 都不應該不冷忽葉 我覺得關係要維持 而且也是雙方 已經變成做人的態度有問題 對 最少人覺得玩失蹤是有問題的 有觀眾說 因為找不到人 就會覺得 他是不是出事呢 又或者是 他是不是會背著我 他認識了其他女生 前提就是 要看你跟對方的信任度有多大 因為那時候我跟那個男朋友 根本感情基礎又沒有很穩定 加上語言的關係又有一點障礙 那個信心當然會低很多 有這麼多因素之下 所以如果再 還失蹤不聯絡的話 其實這個是很大的影響 剛剛最上一天 其實我們很少聯絡 我們已經知道互相 大家的routine是怎樣 大家互相是非常之 有信心 有默契之下 然後就慢慢慢慢就少了很多聯絡 但是那個小聯絡是我們互相 大家都覺得很安心的 時間可能也是一個問題 但是比起時間溝通是最重要的 都是說到 都是回到初衷 溝通時最重要的 好啦 今天的渣男分享就到這邊了 只是非常之巧 我遇到的都是韓國渣男活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些渣男經歷 可以想和大家分享 或者是警惕一下 各位女性 如果大家想分享的話 在留言區裡留言 告訴我們 好啦 謝謝大家收看我這個心事台 我覺得我今天的睡衣很漂亮 我應該每一集都穿不同的睡衣 好啦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啦 謝謝大家收看 Bye Bye